温潮的说法让聂怀桑皱眉,但他还是回答了温潮,是,是六扇门的蓝忘姬。 聂怀桑想了想,他其实也没有真的见着两人行访,于是补充道,据说蓝忘姬是第一个发现他认为自己是香菇的,后来魏无羡遇到危险,短暂地恢复了一次,逃走了,蓝忘姬去追他,发生了什么,我就不得而知了。 但回来以后,他俩就以福福自居了,蓝忘姬叫他媳妇,他没有反驳过,温潮不耐烦地打断了聂怀桑的话,不怀好意地笑道,那他现在和自己的夫君被迫分离了,一定孤单寂寞地紧,我这就帮他找几个人来陪陪他。 聂怀桑深感无力,他不能理解这位温少爷的脑回路,温若寒也算一代枭雄,生的儿子却头脑简单,又牙字必报,听闻早年,魏英成为教主前,曾与温潮交恶,即便魏英成为教主后,温潮也常常与他作对。 他的武功还在,而且遇到危险,万一他又短暂恢复了呢?那地牢能困得住他?聂怀桑劝道,温潮一面慢吞吞地理了李衣秀,一面磨牙道,那就先饿他几日,饿得他手脚无力了,再找人陪他。 他遭遇越惨,后面救他的人越能取得他的信任不适。 说罢,宁笑着走开。聂怀桑无法反驳,只能叹息着跟着离开。 金子轩今日在朝堂上因为军饷一事与金子轩一番争论,被他这个二皇帝阴阳怪气地嘲讽了一通,他不当家不知柴米贵,带领的军队胜仗没打几场,就知道一味要军饷。 如今边关嫡袭来势汹汹,朝内却还让将士们勒紧腰带打仗,想到这里,金子轩就气得把桌子掀翻了。 太子殿下,息怒,下人下得赶紧跪下叩头。 金子轩喘着粗气,坐在一片狼藉中,试图平复心情。 这时有人送信来,见金子轩这模样一时也不敢出声。 金子轩见来人,便知是何事,挥手让其他人都退下。 来人才凑上前来小声禀报,轻贵人,话刚出口,就被金子轩瞪了一眼,吓得那人赶紧改口。 表小姐近日在宫中安好,圣,圣卷不衰,只是表小姐心中郁郁,很少展颜。 可有人为难绵绵。 金子轩问道,来人赶紧回道,没有。 表小姐毕竟是皇后娘娘的亲侄女,又颇得圣宠,没人不长眼。 均想一时,表小姐让殿下莫要忧心,她与皇后娘娘会想办法帮你的。 金子轩捏紧了拳头,小声道,没想到我护不住他们,反倒需要绵绵和母后来帮我。 来人劝卫道,如今形势比人强,殿下且韬光养晦,带来日荣灯大殿,再收拾那些个小人不迟。 金子轩点点头,挥退来人,独自一人留在房中思考。 金子瑶拿着兰湛和江城送来的情报,笑道,我这二哥贪污腐败是我意料之中的事,但没想到,大哥居然是个痴情的种子。 可惜,有情人不能成眷属,反倒成了母子情义,你说我这大哥多憋屈啊。 蓝湛道,依我看,太子情场失忆,朝堂上也受挫,估计忍不了多久了,不知道是会逼宫,还是等圣上病逝。 无论是哪一种,秦苍叶都不会无动于众。 金子瑶摇了摇头,忘记此言诧异,秦将军忠于太子,即使知道太子所作所为,也不一定会反了太子。 就算素素为我说话,也只是让他更加为难。 他是我未来阅长,我又怎么忍心让他左右为难? 王爷这是何意? 将诚不解。 金子瑶浅浅一笑,不想他左右为难,就不要让他除了我以外的有第二种选择就好了。 我会让人向亲贵人透露太子殿下如今处境有多难,让他明白,只有太子登基才能安稳无忧。 当然也会提醒我二哥,太子无论是地位,还是实权,甚至是父皇身边吹枕头风的人,都远在他之上,公平竞争,他是赢不了太子的。 好一个坐山观虎斗,借刀杀人之法。 蓝湛赞道,没错。 蓝湛沉默片刻,你这里已经不数得差不多了。 我,想先去不夜天教,这几日心里总是发慌,怕我媳妇出事。 金子瑶文言看向蓝湛, 哎,你还真是娶了媳妇,忘了兄弟。 罢了,我已经向父皇说了你想除去魏无羡的阴由和想法了。 也许是你这种睡了之后翻脸不认人的做派,深得太义。 父皇说要你只让你去不夜天教查清长家灭门案, 暗地里再处理掉魏无羡。 蓝湛大喜,谢过金子瑶。 江城与蓝湛回去的路上,问道,你今日怪怪的,是怎么回事? 蓝湛不答反问,怎么怪了? 不对人了,江城想了想,感觉你不对人了, 智商也下了个台阶,今天就看那三王爷运筹帷幄了。 江城,蓝湛叹道,上位者最喜欢的属下, 不一定是最聪明的属下, 而是与他有情分又有把柄在手, 聪明能添助力,但又不太聪明,抢他的风头。 你懂吗? 江城一惊,你是故意的。 那,那我有什么要注意的? 蓝湛瞥了他一眼,你是不会有这样的烦恼, 没什么需要注意的,记得自保就好。 江城,回到自己的府邸后, 蓝湛果然接到了皇帝下的圣旨, 要求他彻查长家灭门案。 传旨的史公公,是位看起来很和善的胖太监, 动作柔柔地从怀里拿出了一本书册,笑着对蓝湛说, 蓝大人,这是朝廷收集来的不夜天交的资料, 大人请过目。 资料之详尽,大大出乎蓝湛的预料。 资料中不仅详细地记录了不夜天交所有人员名单, 所属直几,连灭明觉暗网情报也记录在暗, 更有魏英的生平经历。 魏英原是怡灵某小宗族的幼子, 被不夜天交灭门时,因根古起家被看重, 带回不夜天交暗影培养。 不夜天交的暗影内, 全是从各地收来的资质上好的幼童, 有些是孤儿, 也有如魏英这般人造的孤儿。 十三岁时, 魏英未通过暗影考核, 被扔入暗影众教处。 众教处不仅训练更繁重, 还增加了耐毒耐药、 行训拷问、色诱迷魂术等方面训练, 把一众豆蔻年华的孩子折磨得不成人形, 更是在初营考核时, 让众教处的孩子相互厮杀, 百来名少年为留识人。 昔日并肩训练的同伴, 转眼间就刀剑相向。 因此从众教处出来的, 都是手段阴狠毒辣之辈, 而魏英更是其中佼佼者。 离开暗影, 众教处的魏英担任前不夜天教教主魏长泽的暗卫, 因杀法果掘, 被魏长泽看中。 次性魏, 教中诸多事物更是让魏英经手, 让他从一名暗卫, 渐渐站到人前。 不夜天教有人猜测, 魏长泽将魏英当作继承人培养。 可惜魏长泽魏宣布任何继承人的消息, 就突然暴毙而亡。 不夜天教内斗不已, 最终还是由魏英, 在同为暗影出身的薛阳辅佐下, 联合不夜天教幼时小星辰, 拿下教主传承。 但教派内依旧不睦, 势力庞大的副教主温若寒其差一招, 魏获得英虎福, 与教主之魏师之交臂。 其子温潮更是在年少时就与魏英有余举, 暗中引诱了魏英少年时心仪的女子王灵娇, 陷害魏英, 使其在暗影考核中失利。 魏英继位后依旧顾忌王灵娇在温潮身边, 对温潮诸多忍让, 助长了温家父子的气焰。 这魏英虽然是个狠毒的, 但对这王灵娇倒是至情至性, 痴情不改, 可他越是这般。 温潮与他的夺妻之恨就越让温家父子忌惮, 反他是迟早的。 使公共感叹道, 圣上认为温家父子大约就是这次灭门案的背后主使。 蓝战抬头, 若真是温家父子, 蓝某必定将他们缉拿归案。 使公共点点头又道, 这魏英虽是个痴情之人, 可行事过于狠毒, 圣上的意思也是, 不留。 说着, 从秀中取出了一道秘纸, 交到蓝战手上。 蓝战一面打开秘纸仔细阅读, 一面皱眉道, 这魏英武功高强, 使公共蓝年只一笑, 道听闻蓝大人与那魏英也是, 有些渊源, 圣上怕蓝大人到时候为难, 让砸家陪大人走一道, 届时也不必蓝大人亲自动手。 蓝战拱手道谢, 那就多仰仗使公共了。 蓝某武艺不佳, 实在惭愧。 蓝大人客气了, 都是为圣上分忧而已。 使公共柔柔道, 蓝战再次询问, 蓝某斗胆问一句公共, 圣上想要如何处置不夜天教。 使公公道, 这样的民间势力, 成长起来也实属不易, 圣上也没有把他瓦解了的心思, 只是把那几个毒辣制备惩戒了, 换上奉公守法的良民长教即可。 蓝战心领神会, 点头赞同道, 确实需要一名良民引导不夜天教走上正途。 此行虽然六扇门查案, 但蓝某必以公共马首是瞻。 使公共很是满意蓝战的实相, 无嘴笑道, 蓝大人客气了, 办案杂家是门外汉, 还是当以蓝大人为主。 圣上的意思事不宜迟, 蓝大人收拾收拾, 咱们上路吧。 蓝战也不拖延, 立即盘点上在六扇门的亲卫, 连夜奔赴奇山不夜天教。